台中地区供水在石岗坝完成前 西沿用日治时期的水稻 1977年石岗坝完成后 由大甲西石岗坝丰源净水厂供水系统取代旧油水稻系统 1999年921地震石岗坝受损后供水量减少 由大安西鲤鱼潭水库鲤鱼潭净水厂供水系统支援供水 当大甲西原水达到一定着度时 即由鲤鱼潭水库供水、石岗坝减量供水 并启动石水科西备源系统 备源系统是石水科西水源水量 由八宝尊取水增加石水科西水源 提供丰源净水厂源水 2018年为提高大台中地区供水品质 在石岗区石水科西右岸 新建完成丰源净水厂出城池 以降低源水浊度 近年来政府为提供稳定充足的用水 提出大安西、大甲西水源联合运用计划 以因应大台中地区民生及工业用水日益增加的需求 石岗坝集水区面积为1061平方公里 石岗坝新建的主要目的 稀为公共集水及农田水利 大甲西上游各电厂发电围水流至石岗坝时 由石岗坝予以蓝蓄调配 在公共集水部分 由石岗坝取水口取水 经南干区供应丰源净水厂原水 在农田水利部分 则提供大甲西石岗坝下游灌区 八宝寸下游灌区 以及葫芦敦寸灌区之农业用水 石岗坝位于台中石岗区 坝体横跨大甲西 是一座由国人自行设计的水库 于1974年动工 1977年完工 坝长352公尺 燕坝设有一红道18座 排沙道两座 每日供水量为90余万吨 1999年921地震 造成车龙普断层错动 破裂带通过石岗坝地16号一红道 造成左岸龙起9.8公尺 右岸龙起2.2公尺 因龙起高度不同 坝体受挤压变形 石岗坝16、17、18号闸门 及土木设施全毁 其余闸扭曲变形 闸门疏轴也偏移正常轨迹 闸门无法有效起闭 造成台中地区缺水 921地震后立即进行石岗坝抢修 于1999年12月恢复石岗坝营水 至2000年底紧急复建工程全部完工 复建后坝长由原来的352公尺 缩短为275.5公尺 一红道由原18座减为15座 每日供应大台中地区的名声用水 由原来的85万吨 降为65万吨至70万吨 不足的水源则由立于潭水库支援 在后十年期间 持续对坝体进行局部改善 2007年将硬体上的水工机械 及相关电器设备进行太旧换新 2010年完成闸门更新 921地震受损的霸体 目前作为国家赈灾景观纪念地 原地16号一红道后方 增设渔道保护大甲西鱼类生态 丰原集水厂位于台中石岗区 厂内有两个进水厂 分别为第一进水厂及第二进水厂 第一进水厂分三期陆续兴建 于1977年开工 1985年完工运转 设计处理水量为每日40万吨 第二进水厂分二期兴建 于1992年开工 1997年完工 设计处理水量每日60万吨 丰原进水厂每日出水量 合计100万吨 丰原第一及第二进水厂的主要水源 来自大甲西 在石岗坝设置两座进水口 将原水导入南干渠 南干渠于第一进水厂附近 设置七道闸门 右侧两道闸门 西围拦取原水供 丰原第一进水厂使用 左侧五道闸门 则为提供农田灌溉之用 丰原第二进水厂原水 由岛水隧道引入进水厂处理 丰原进水厂水源不足时 另取用石水科西备用水源 第一进水厂设备 内积有六台抽水机 取水口 沉沙池 一期浇雨池 一期沉淀池 一期快绿池 二期浇雨池 二期沉淀池 二期快绿池 快混浇凝池 三期沉淀池 三期快绿池 二座新水池 二座废水池 三座污泥浓缩池 污泥干燥床及污泥堆质厂等 第二进水厂设备 既有原水冲水机 分水槽 混合设备 浇雨池 一期分水井 一期沉淀池 一期快绿池 二期分水池 二期沉淀池 二期快绿池 清水池 四座废水池 四座污泥浓缩池 废水沉淀池 废水调整池 脱水机市等 丰园集水厂 自南干渠抽取原水至分水井 加滤后流进浇雨池 沉淀池 及快绿池进水后 流入清水池 再送往市区供水区 沉淀池处理后置污泥 进入污泥池 快绿池之废水 经过废水池 流入污泥池 送进污泥干燥床 静置干燥后 送至污泥堆置厂 再为外处理 废水池之上层翼 可回收至分水井 经过净水流程再利用 丰园净水厂 为降低原水浊度 于2018年新建完成出城池 当台风或好雨来临 大甲西原水浊度升高时 南干渠的原水 将先经过丰园净水厂 出城池沉淀 再由管线输送至净水厂 出城池设施包括取水口 原水加压设备 初步沉淀池4池 倾斜管沉淀池十一池 汇流井 机械室 沉泥战存厂 制洪池 沉泥处理池等 净水流程 吸油取水口 自南干渠取水 送至原水加压设备 经抽水机加压后 送往初步沉淀池除沙 再送往倾斜管沉淀池除泥 最后透过汇流井沉淀后 将原水以重力 送往丰园第二净水厂 丰园净水厂供水范围 包括台中市区丰园区 神岗区 纳雅区 潭子区 太平区 大理区 雾峰区 乌日区 大渡区 及台中港特定区 龙井 沙鹿 湖漆 清水 并支援苗栗 彰化等地区之用水 并与鲤渠潭净水厂 共同联合调配 大台中地区用水 为本省中部地区 主要净水厂之一 士林兰河宴 位于苗栗县大安溪中游 于1994年新建 2002年营运 主要功能是提供 竹兰发电厂之用水 并拦引大安溪水后 越狱饮水送往 鲤渝潭水库 调序利用 鲤渝潭水库供水能力 由每日22万吨 提高为每日90万吨 可供应苗栗县 及大台中地区的各种用水 竹兰发电厂 位于苗栗县竹兰镇 整座厂区面积达12公顷 竹兰发电厂 由士林兰河宴 拦截大安溪之河水发电 为水则排放至 鲤渝潭水库中续存 鲤渝潭水库 于1992年新建完成 是一座鲤草水库 位于大安溪之流 景山溪下游 取水处由第一取水工 及第二取水工并排取水 再由第一原水管 配送至鲤渝潭净水厂使用 鲤渝潭净水厂 在921地震后 成为大台中地区 民生用水主要供水厂之一 净水设备分两期新建 一期净水设备 于1993年10月完工 设计出水能力每日50万吨 二期净水设备 于2002年底完工 设计出水能力每日60万吨 合计设计出水能力每日110万吨 鲤渝潭净水厂净水设施 包括分水井 分水快混池 快混池 第一期胶雨沉添池4座 第一期自动反洗快律池14座 第一期五万吨清水池 第二期胶雨池12座 第二期清水管沉添池6座 第二期快律池18座 第二期五万吨清水池 废水池 两座污泥浓缩池 及两座污泥晒干床等 鲤渝潭净水厂 自鲤渝潭水库取得原水 经分水井 适量加药加律 流经分水快混池 通过倒水香寒 分送至第一期之浇雨沉添池 及第二期之浇雨池 及沉添池 经快律池处理后 送至清水池 再进入配水设施供水 沉添池的废水 送至污泥浓缩池 快律池反洗沙废水 送至废水池 污泥浓缩池的污泥 送至污泥晒干床处理后 为外清除再利用 废水池的上层翼 则回收至分水井 再进行净水处理 鲤渝潭净水厂供水区域 包括苗栗地区三亿 铜锣 铜锣 通宵 日南及院里等地 以及台中地区厚里 丰园 台中 大甲及外埔等地 并配合丰园及水厂 共同形成一 联合运作配水管网 供应大台中 及苗栗地区名声 工商及国防用水 鲤渝潭水库于1992年完工后 石钢坝与鲤潭水库及联合运用供水 随着台中人口及工业成长 用水需求增加 原供水系统使用的是单一管线 在溪水枯封清浊时 不宜稳定调度 政府为稳定冲足供水 计划在鲤渝潭水库 兴建一条第二圆水管 并在石钢坝取水口对岸 兴建一条输水管线 连接石钢坝与鲤渝潭水库水源 以取用大甲溪剩余水量 藉由大甲溪输水路 将水源送往净水场 并需存于鲤渝潭水库 而鲤渝潭水库水源 则以第二圆水管 与大甲溪输水路衔接 与大甲溪源水高浊时 则可将鲤渝潭水库较捷进圆水 进第二圆水管及大甲溪输水管 延供至丰源净水场 此将有助解决缺水问题 台中地区为自治时期的 新兴现代化都市 水道建设在当时已经备受重视 时至今日 随着人口及工业不断成长 用水需求与日俱增 为提供足够用水 台中地区主要水源 由大甲溪石钢坝供水系统 发展到与大安溪鲤渝潭水库 供水系统联合供水 使得台中地区能无缺水之余 产业得以持续发展 这些都要感谢公共集水 相关人员的努力与风险